《文静大夫》 国际公司 杨茜茜 《文静大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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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我今天是准备有一些爆料的准备 昨天我准备了三个料 本来就是在我昨天晚上十点钟以前 我和律师还在讨论 由于我这里有一些刚刚的 就是经过司法验证过的一些重要的材料 比如说吧 去年 也就是2017年5月1号到15号期间 这个吴征 孙力军 刘彦平 还有一个叫Niko David 还有一个美国的Andy公关公司 还有Steven Wynn 那么还有美国的七个最大的老板之间 互相来往 互相勾兑把郭文贵要遣返 那么这些沟通的E-mail和信件 包括这些人呢 会对文贵呢有多少价格 给他们多少服务费用 比如说给这一个Andy呢 就是给他老婆 就7500万美元 就是给他叫成功费 那么给他们这些人总共呢 20亿美元 就是把郭文贵一旦成功 遣返到阿伯萨比 叫第三方 那么并且有中密的安排 谁来说服川普总统 谁来说服这个美国FBI和CIA 那么这些说服当中呢 都有E-mail来往当中明确了标马实价 有5000万的 有7500万的 还有成功费什么20亿的 最重要的事情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这些文件来自于美国的司法部 就是说赛深的这个办公室 那么这个文件就证明了 美国司法部里有很多盗国贼的间谍 为他们工作着 而且非常夸张的事情 孙力军竟然 说到这儿大家记住啊 孙力军原来给我的视频上说 我绝对不是为了你 我拿我奶奶发誓 我拿我祖宗发誓 我没提你文贵大哥一个字 但是这个E-mail里呢 就看到了孙力军呢 确确实实是被cancel掉了会议 但是他始终通过这个公关公司 还有吴增 还有Steven Wynn 还有这个黑石等 能包括川普总统的竞选经理 是想办法跟赛深联系 提出了新的条件 就是答应郭文贵 只要你把他证件 把签证给他拿掉 然后呢 叫他包括我妻子 我女儿 还有几个高管 他们都很明确的E-mail啊 这信息 还有证件号码 他们叫Non-Fly 这个LASS 就是把我们不能有飞行的这个名单里 就是什么呢 那马上释放在北京的两个美国有重大犯罪嫌疑人 就马上先放 有60个间谍 接着就给返回到这个美国来 60个间谍啊 那么大概有多少呢 还有6万个华人 将被遣送过接受遣返回中国 那么同时这个6万当中呢 有100多个重要的人士接受遣返 这100个当中啊 就很多是砸锅的人 还有砸锅的人的名字 很多在里面呢 如果是当时我被遣返 这砸锅的人就不用砸了 直接进监狱去吧 而且这个E-mail中竟然大胆的说啊 这个中国政府答应给我们钱 这个你想想多恐怖啊 跟司法部和司法部办公室的联系当中 和这个顾问公司和拉比金公司联系当中 就明确地说中国政府给我们钱 后来还设定了一系列的 有吴曾孙立军还有香港那几个人 还有中国外交部的人设计好了 把我放到第三方阿布萨比 然后阿布萨比呢从中方要获取30亿美元 然后呢由马来西亚把我给给弄回去 这个运作方呢很简单就是马来西亚人叫Jolo 我也不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孟建柱的师生子啊 今天我第一次说孟建柱的师生子 叫Jolo在上海出生的 就是1MD丑闻的主角 他上面很明确地说马来西亚得到了中国的支持 马来西亚需要阿布萨比给一个支持 阿布萨比呢要向美国总统提出一个叫 make my favor 做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啊 然后把郭文贵遣送回去 里边很明确这是马来西亚的需要 阿布萨比是为了钱 然后美国的这个他们来说服总统 说服赛深 大家后来知道了被这个总统 还被白宫很多人拒绝了 事实上是总统当时只是问了问 并没有说要把他送回去 他说这个郭文贵是谁是谁的时候 不允许弄 FBI和CIA都拒绝的时候 马上就停了 这个事情啊在这些疫苗里面啊 这个疫苗里面啊 哎你把他拿来我看 那个 大家刚才我给这个路德老弟我看 看不下 这些东西呢今天是要公布的 这些东西啊我本来是要公布的 可以说这个东西的公布的结果会造成什么 昨天的律师评价说 美国一场重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 因为这很明确的上面说了 这是习近平先生啊 这个孙立军给他们发了E-mail 和他们的一个联系 还有他们一个这个国务院说 这是习近平先生的需要啊 这就是过去我所说的 所有抓了文贵的家人员工说 这都是习近平先生要抓的 但在这里这个中美两国外交 所谓的要遣返文贵的案子当中 他们也是用的是习近平 可是很显然吴增、孟建柱、孙立军、傅政华干的事情 都是打着这个习近平先生的这个旗号的 那我到现在我不认为这是习近平先生做的 这是他们让做的 而且上面也明确的说清楚 十九大开会前必须让郭文贵闭嘴 就原话就是闭嘴啊 必须让他灭声 而且要把他遣返回去 而且这个摊排的计划和节奏和参与的人 让我非常之震惊 那当然了 阿布萨比这个事他们说的是假的 不存在这个问题 阿布萨比当时并没有合作 但是呢 这是Joe Lowe和马来西亚的总理 和孟建柱、孙立军、吴增 以及美国的安迪这个公关公司 拉比云公司 安迪的老婆 这是经常陪着总统打高尔夫球的 而且跟司法部内部竟然有这么多联系 司法部上每一部出差开会 他全都知道 这是一个重要的犯罪的一个证件 所以说我们律师建议呢 先把这个东西呢 给美国相关部门啊 不要这个我们去报出来 因为这个事情太大了 全世界都很大 牵制到中国现任的现在常委 两三个人 这里面说到了中国常委谁谁谁家人 跟谁谁什么资产 然后呢如何拿钱呢 到非洲的尼日利亚 通过尼日利亚把这个合同 把这个钱给拿回来 而且夸张的事情 就一个很小的 和白宫和司法部N个人联系在一起 而且整个计划满天过海 这都是无法推翻的事实 我们也做完了司法监定了 文贵这个事情背后我即将公布的文件 对美国FBI司法部 对党所有的有些部门 甚至包括白宫 包括这个国务院 是超出的想象 这里面规划的 把文贵有几个方案 从这个先取消 就是叫NOTFLY NOTFLY你知道小夏就是说 你不能再有飞行 有飞行必须抓起来 不可能进任何飞行 就是你是在美国司法部的NOTFLY 送到了阿布达比 阿布达比把我送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我卖给中国 你看看这是蓝金黄多少国家 这是一个更可怕的事情 记住中国释放60个所谓的在中国间谍 还有两个比杀人犯还重要的人 先释放来释放 在6万个在美国在华人遣返回中国 接受 更重要的事情里面还有文件写到 香港政府同时会宣布 郭文贵持有的香港护照的身份 香港公布 郭文贵涉嫌持有香港旅行证件而犯罪 香港要求美国遣返 这一系列组合权你可以看到 跟美国拉比印公司 和天天能和总统打高尔夫球的人 以及和所有的这个美国的司法 FBI各部门 监察部门 移民局全都有沟通 所以说这个蓝金黄之程度 超出了常人现象 所以说你看这些文件 人家压根就没放在心里边 就你有拔个翅膀你也飞不起来了 这是两国多国的力量 围结一个郭文贵 要的就是消失闭嘴 所以说美国今天的被渗透 美国的政府的被渗透 和美国各个层次的被渗透 是超出想象的 包括一个推特 说这个只要让郭文贵先把推特闭了 5500万美元 5300万美元的称公费 老百姓能想到吗 这是司法文件 这不是一个 这是司法文件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在谈论郭文贵事件的时候 但凡你有一点良知你要问一问 为什么他们花那么大的本钱 对待法轮功的李洪志 对待令文城都没那么大的东西 对待郭文贵是万倍亿倍的功能 所有的目前来看 从这个文件里来看 这个Elly Broder 这个人公关公司 她和她老婆相当厉害 他们通过尼尼利亚签合同 他们通过各种合同 几十亿美元 其中就是 关掉推特 就是几千万美元的成功费 那么关掉这个YouTube 可能也是几千万美元 那么执行者是谁呢 很简单从这上面看清楚 他们打着名誉 全是习近平要求他们这么做的 都是习近平 而事实上看到所有的命令者 我昨天跟这个 不是昨天 就是大秦天在这个 马拉格跟一个美国的一些官员 我谈的时候 我说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东西是谁呢 最高指挥是孟建柱 孟建柱 孟建柱下面是谁啊 就是孙力军和吴曾 还有这个李东 说李东是全面指挥 VOA 张晶 这个让你们停播 断播的 然后这些人 李东和这些人 都是孟建柱的铁杆 所以说孟建柱 我最早报视频 说我到中东一个国家 人家问他 这个马来西亚的关系怎么样 哎呀我百分之百工程 他说菲律宾哪百分之百工程 然后呢这个说他什么 那没问题 伊朗呢 伊朗这领导上那些孩子全都是管管的 即使我退休了 这些人都是百分之百听我的 然后说这个揪漏的钱 揪漏的钱我们给你换 没问题 说他这个孟建柱这种狂妄 他这种说法他不是吹牛的 他是真正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呢 我们从这个文件来看 孟建柱指挥了整个这一套 阿博大比的王子要访 5月15号访问川普 你说上网查一查 建了以后呢 要是王子亲自说 郭文贵谁有我国家护照 他犯了罪 希望你这个Do my favor 做一个帮我干嘛 怎么Do my favor 把公文贵遣送回阿博大比 他们要求王子说这句话 然后呢川普他们说好了 这个公关公司 公关公司说 只要他说 川普说 yes 马上办 这边这个叫成功费 所以两边都说好了 那边又揪露 所有的这个协调了阿博大比 然后呢这边呢又揪露 又通过这个Body 这个安利Body 来协调好川普总统 然后叫总统说yes 送走 司法部那边他们也搞定了 移民局也搞定了 移民局里叫ais ais 就抓人的ais 也都同意了 这都有 然后呢把我暂时犯了一个地方 然后巴给送到阿博大比 阿博大比拿到钱把我送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送回中国 同时香港公布 你持有甲布罩 甲利用人类 你也犯完了 所以这个里面是什么呀 全是美国司法部门 所有的联合的腐败合作 和所有这块合作 连这些国家都没买通了 背后就这么粘住 Joe Law 胡登 还有Andy Brody Andy Brody 这个夫妻两个你上网一查 那是了不得的啊 现在好来无丑闻 那么说明了什么问题 完全没有法律概念的 而且这里面更夸张的事情 你看你想到了没有 结果那天王子还好 没背叛过 就没说 川普总统说 你could do my favor 你没说 过了后之后 他们就 又拿去 就斯蒂芬问 写这封信 然后川普总统说 这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把他送的 怎么回事啊 这人怎么回事啊 这个时候人家白宫 斯蒂芬·班农 还有律师 还有赛深 还有FBI说 这人是绝对不能送的 一 他已经申请了政治避难 二 这个人不能碰 对美国更有价值 所以 这事他失败了 但是 这件事的抄抄的是谁 孟建柱直接干涉美国司法 吴登 还有Elly Brody 还有FBI这些人 还有美国政府里边 多个人 都是携到一起的 Joe Low是美国的通缉犯 Joe Low竟然指挥着美国的政府司法部门 这个蓝金黄的力量是多大呀 是多大呀 而且能掌握美国政府的 这么多文件 每一分每一秒 这个行动 所以说这里边 蓝金黄已经不叫拉比印了 他是彻彻底底的 植入了美国心脏系统的 这种间谍系统腐败